眼前这个800吨的大瘦子正是我们的探长 那么你知道它一共有多少种武器装备吗 第一种 赛博坦是加特林 这是探长最常用的主武器 每逢打架都要先进行一番扫射 根据外形我初步判断是采用了7.62毫米口径的子弹 每分钟射速更是高达15000发 即使是霸天狐领袖威震天也扛不住探长这一轮扫射 第二种 赛博坦多管线弹枪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喷着 近距离之下众生平等 地枪一个小朋友更是不在话下 这也是探长比较擅长的武器 通常会和加特林交替使用 眼镜交加之下 根本无人可打 第三种 隐隐激励拨折是双管步枪 再前往禁闭飞船营救勤天助使 探长就是拿着这把武器一路过关整枪 其性能远超一般武器 一发更比两发强 虽然是步枪 其威力却丝毫不逊于普通炮弹 第四种 便携式冲锋枪 通常致放于探长小腿袍 当一般武器都打完后 来不及换代史实用 可惜在影片中 刚拿出他的探长就被敌人的重火力崩飞 第五种 塞伯坦小手枪 藏于探长背部应急的武器 当手中在无武器时 探长会用他来放手一笔 第六种 超大号手人 一人高的手人你见过吗 吸引线更是比你手掌还长 虚两名成年男子合力才能报道 威力更是巨大无补 可惜数量有限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使用 第七种 塞伯坦军刀 你以为全身挂满重火力武器的探长 只会玩热武器吗 其实他的刀数也非常不俗 一刀就能解决一个小砍阿弥 第八种 雪茄 你以为探长平常抽的是雪茄吗 不 那可是一枚比你大腿还粗的盒带 关键时刻更是绝地翻盘的神奇 双头震荡波就是被他一口封碎 第九种 头盔与子弹带 弹尽良绝的探长会充分利用哪一种自由 关键时刻头盔也会被其扔出杀体 子弹带也能用来当七匹狼神 如此全面全才的探长 很难叫人不爱